2023年中国光伏组建出口欧盟 是否还需要进行EPR合规手续 EPR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生产者责任延伸 是欧盟对跨境卖家执行的一项环保政策 源于欧盟发布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主要是向生产和销售相关商品的经营者 按照不同的标准收取环保回收费 以减少废弃物 节约资源、提高回收率和促进生态产品的设计使用 EPR在欧盟国家主要的项目有包装法、电池法 Wi Waste from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电子电器设备的回收指令 每个国家对于EPR的要求不同且互不通用 例如西班牙独有的特别税塑料包装税 新能源产品出口 在近几年来一直是跨境贸易极为火热的话题 在俄乌战争开始后 欧洲国家电力资源更是紧张 当地民众对于新能源产品的购置率 以及太阳能电板安装的覆盖率都大为增加 不少中国卖家也是纷纷抓住时机加入了欧洲新能源市场 不过欧洲向来对跨境卖家的产品质量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甚至在环保这一方面也极为重视 要求境外卖家必须在欧盟内承担起相应的生产者 销售者责任方可在欧盟范围内销售产品 而EPR合规就是卖家将产品销售至欧盟的第一道门槛 新能源产品需要注册EPR哪一类别 新能源类产品的范畴比较大 今天就以太阳能发电系统相关产品为例子 给大家介绍如何进行EPR合规 太阳能发电系统相关产品 主要有光伏组件、太阳能电池板 光伏逆变器、控制柜、蓄电池、电缆等 首先来看一下需进行EPR合规的产品种类 以德国为例 Wi指的是电器和电子设备产生的废弃物回收 主要针对的产品种类 热交换器、私人住户用显示器件 灯、充放气体电灯、大型电子设备超过50厘米 小型电子电器设备、小型IT和电信设备等 根据德国Wi注册商品种类范畴 卖家企业若是将太阳能发电系统相关产品出口至德国 应进行德国未认证及注册第四类包装法 德国新包装法是一个法律性强制法 强制生产商或是出售商 第一次销售产品含有包装 包括外部包装、最终零售包装 饮食业所用的抛弃式容器、盛器 运送包装材料都需要注册和认领许可证 例如 纸皮、塑料、玻璃、绿、酒类包装纸箱 其他组合包装 奇特材料如木材、布等 包装法中强制出售商必须定期申报出售的包装材料 种类和重量 基本所有出口的商品都是带有包装的 所以新能源企业卖家将太阳能发电系统相关产品出口至德国都需要注册包装法 在德国市场销售商品的企业 如果不能遵守德国最新包装法 将面临高达5万欧元的罚款和销售禁令 电池法 简称BATG 电池制造商在德国销售电池之前 必须在德国联邦环境局UBA进行BATG注册 上报电池制造商、电池品牌和电池回收的信息 BATG把电池分为三种类型 汽车电池、工业电池和设备电池 一、汽车蓄电池是用于车辆启动、照明或点火的电池 这里的汽车定义为由机械驱动而非电池驱动如燃油车 比如汽车启动电池 二、工业电池是专门用于工业、商业或农业用途 所有类型的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池 汽车蓄电池不是工业电池 常见的工业电池有特斯拉电动车的动力电池 高尔夫球场的动力电池、电动车电池等 三、设备电池是可以手持的电池 车辆和工业电池不是设备电池 第二、六、BATK 纽扣电池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设备电池 常见的设备电池有充电宝、五号电池等 电池法注册一般的跨境服务商都只是接纳体积较小的手表电池 纽扣电池类的项目注册 可能有新能源企业咨询蓄电池类注册电池法得到的回应是做不了 不过这并不说明蓄电池类产品没有注册电池法的义务 电池类产品出口欧盟都是需要注册电池法的 卖家企业可以按照工业电池来注册 若是有疑问可以联系沃斯咨询 综上可得 新能源企业卖家将太阳能发电系统相关产品出口至欧盟地区 是需要进行EPR合规的 并且卖家企业需要在产品出口前就做好此类准备工作 否则极有可能会导致货品被扣押在海关甚至被销毁 以未雨而筹谋 无林可而绝景